土耳其难民营爆发的男同性侵案 嫌犯受到了法律制裁 而在南美洲的阿根廷 当地的性别歧视情况也非常严重 上千人星期五走上街头示威抗议 要求政府终结社会对女性的暴力行为 尤其是家暴现象 而这些暴力行为让当地的姐妹们无力招架 成为最弱势的受害者 上千名阿根廷人星期五 从布宜诺斯爱丽丝的国会广场出发 一路上高举 我要他们复活的布条 要求政府想办法 消除在社会上弥漫的对女性的暴力行为 人权观察组织指出 尽管阿根廷政府在2009年立法杜绝家暴 但数据显示 从去年六月到今年五月 就有270名女性遭到不测 凸显这个国家在维护女性权益政策 出现严重漏洞 女性安全亮起红灯 我会认为心事的认识 我们的同性会认识 尽管理想法